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talktalk投生 我们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点的娱乐 最近啊,这个嗓子不太舒服 所以没有太多的更新视频 大家抱歉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 大家在标记中也看到了 没有学历要求 然后挣的又不低 挣的相当于中等收入以上的这么一个职业是什么呢 就是服务行业的服务员 尤其是餐厅的服务员 也是源于看到了前年来看到一个新闻 有一个服务员收入加上他的小费 基本上达到了十万加币以上 这个收入其实是相当于加拿大的整个群体当中的中层 甚至更上一层的这个收入水平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这里面蕴含的一个文化 那就是小费的文化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小费文化是加拿大这个文化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在服务行业 或者是在享受的服务的时候 要给小费 也就是说你来加拿大购买的东西 或者是你吃饭等等 做酒店 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到的这个消费的账单上的数字 并不是你实际要付的数字 而且你买东西的这个数字 只是税前的 有的时候你要加上税 然后在餐饮行业或者服务行业 你要加上一定的小费 所以前两天媒体报公了一个服务员 他的这个工资再加上他平常的这个小费 一年收入达到了十万以上 就令人很惊讶 就一般的排领上班族才能拿到这个工资 甚至普通人基本上是五万左右的 这么一个收入的情况 那跟这个比呢 就感到非常的吃惊 就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当然我们讲到 前一期讲到了各个地方的这个 最低工资收入的这个时薪 就是每小时最低多少钱 基本上各个省都在十几块钱左右 每小时这个钱再加上他小费的收入 小费基本上也是这个收入 加起来基本上平均的这个收入在30块钱左右 挺有意思 他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去一个饭店消费的话 基本上现在消费的小费的额度 基本上是15%到15%左右 甚至15%到25%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大部分人会给15% 有的人会给10% 话说是根据你对服务的这个满意程度来付 但是基本上你刷卡的时候 他有一个默认的设置 有的是15%起步 有的甚至我见过是18%起步 这样子 这样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强制性的让你付小费 而且之前听到了一些故事 比如说你在餐厅付的小费比较少 或者是没有给够小费 有的人甚至直接就过来跟你讨论 问你我们的服务是不是你哪里不满意 如果满意 你为什么这个小费会给这么少 直接非常简单粗暴的这种强制性的让你付费 甚至听到了这个故事 在餐厅被人教育 因为付小费的这个事情 小费我们知道英文叫Tips 今天我也刚刚知道 这个Tips它的全称是什么 它是To ensure promptitude 意思就是确保这个快速的服务 或者快速上餐等等 快速服务等等这样一个条件 然后才说这个Tips 优质的服务 但是有一项调查发现呢 小费通常跟这个服务没有太大的关系 反而跟颜值有一定的关系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服务员 如果给你开一瓶100块钱的酒 和开一瓶30块钱的酒 他拿的小费是不一样 比如拿15%的话 开100块钱的酒 他就会拿15块钱 开30块钱的酒 只拿4块5 而且他的服务过程都是一样的 只有三秒钟开酒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甚至开红酒的话 就是开酒倒酒这么一个过程 他就可以挣到钱 而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要一杯柠檬水 他要去帮你泡水 泡柠檬 然后端过来 给你放在哪儿 这个过程要远比开酒的这个过程要长 但是呢 服务下来这杯水是免费的 它是没有任何小费的 他们通过这个例子都出来 这个小费拿了多少 跟这服务其实没有特别大的 反正跟两个因素有关系 一个因素是会看这个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它的颜值 第二个就是会看你 你看店家在设定这个默认的消费的百分比 比如说有的人你设定默认的是15% 那另外一个是18% 如果这样默认啊 有的人 因为他可以选择 有的人先麻烦他就直接选一个1 直接选择负默认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不是默认的话要减少 需要重新选择确认等等 这个对尤其是语言 不是特别强的话 你去选那些菜单 选那些 他的那个刷卡的pose机上很多的东西你都不太明白的话 就是容易搞乱 所以很多人也就造成了直接就刷了完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心理 这样的下来 他的基本工资再加上他的小费 一共算下来工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收入 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打工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 跟服务员是同事在同一个工作地点工作 但是他的薪水就减半 这是什么呢 厨师后厨有的时候他的工资反而不高 才是基本上有一个媒体报道 他的平均收入是15块钱左右 而且呢他的工作时间要比服务员的时间要长 再加上他的工作环境要是差一些 比如说面临着你要会有烧伤的现象 有到切东西会面临被切伤的这种危险 还有比如说你处理一些鱼呀虾呀 这种螃蟹呀 有可能会被这种伤害到等等 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 你要从事这个厨师的行业 从事行业你需要有证书 你需要去参加学习 相关培训拿到这个证书 然后才能上课 实际需要付出的东西很多 但是呢 收入却是没有服务员多 而且另外一个现象 这边的服务员是非常受尊重的 他不像有些地方 你可以对他们呼来唤去 呼风唤雨 即使你再大的老板 再牛的人去吃饭餐厅 对待服务员的态度也必须是尊重平等的 这么一个交流的 很多餐厅很多服务员很会聊天 很会砍天 他给你让你感觉非常的舒适 总统原因就形成了这个行业 或者说这个工作呢 收入还是不错的 但是 所以还有还有一个 但是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干的 一个是能力问题 再一个就是态度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想去做这个事情 这就像之前听到国内的一个新闻说是 摊煎饼果则一个月可以入三万 这么一个说法 确实听上去收入非常的多 这个数字让人们有一种不平衡 或者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他也说了这个行业不是所有人能干的 因为你摊煎饼果子 基本上必须每天得三四点起来 就准备各种调料 准备各种 然后呢 在天安不亮的时候就得出摊 站在那儿 站一天不说 好下午回去收摊以后 还得继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采购等等一系列的 等于是全天在转 你不能光看到表面的这个数字 其实背后也有不同的付出 那服务员也是一样的 他也要求你有一个综合的数值 和你的一个能力 包括你的语言交友能力 言行举止 包括你的服务态度等等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要受气 有的时候你甚至需要去受很多的委屈等等 我们可能看到的收入只是一方面 但是综合来讲 到底值不值 只有当事人知道 没办法评论 相信你也有自己的故事 你有可能也对这个行业有了解 或者你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做这些事情 那么欢迎你留言评论 说说你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说说你对这个行业 或者对这个职位的一些了解和故事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价值 欢迎点赞 评论 转发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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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veis判里 不离开 其实问题 观众 Volume Linda 骑